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剑某 欢迎大家来到剑某的桌面 现在剑某为大家分享的是 来自MST的第二款EX Metal素体的 圣衣神话 天平座 铜虎 安的子龙 首先我们把板件在流道上剪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 就光手甲就送了三对 可以说是非常厚道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次的素体 首先不掉腰 其次各个关节都非常紧实 在安装上腿甲的时候 可以说是刚过膝盖就非常紧实了 大腿甲也非常的不错 整体来说安装质感是非常好的 脚部的组装也不需要太用力 只是膝盖安装的时候 建议大家加一点点蓝金胶 这样会在把玩的时候不会掉落 安装上臂甲 这时候大家要注意要左边的上臂甲 按右边右边的上臂甲 按左边 因为这样就不会同时露出金属的一个关节 还有肉体的这么一个样子了 会显得有点诡异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是有这个全身的这个组装做得非常好 在安装腰带扣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给金属位置的腰带扣位置加一点502 等它干透之后再安装塑料的卡扣 这样的话摩擦力会大大增强 OK安装完了胸甲还有肩甲之后 我们来安装子龙的头部 先安装后发以及前面的两个刘海 最后安装脸型 然后把我们的上发安装上 子龙的俊美的外形就出现了 安装完之后可能会发现 奇怪怎么好像是个长颈龙 其实是这样的 由于我们是一个裸身状态 没有穿秋衣 所以说显得脖子有点长了 但其实这个脖子 其实跟万代相比还短了一点 所以说就当有个取舍吧 OK现在我们把身上的武器 安装之后就安装完成了 这一次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 因为像刚刚说到的 像是素体一些细节 纹身的细节都已经注意到了 所以这里追加了我们 同虎老师庐山生龙霸的一个展示 然后而且每一件武器 基本都是金属的一个材质 非常的有质感 所以说无论是子龙还是同虎 我都为他们设计了两套不一样的 同虎这边是双武器 子龙这边尽量是单武器的一个展示形态 所以说这一次的展示时间 可以说是比较长了 而且大家看的各个花里胡哨的武器动作 也是圣斗室当中很少出现的 OK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呢 记得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接下来是我们继续的展示时间了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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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